那个时候是我 台队有请我小沈照顾 她来上班八小时机 当时我们俩出生意 我四点半下班 她四点半一钟 你叫我 我录声音哪里啊 声音音不好 声音人不知道谁是谁 没有用啦 为什么没有用 我心想 以你的 以你的经验 你们也没请外了 为什么不请外了 因为我婆婆之前很吵 她一定不要外了 她说她不要外了 我们两个人坐在旁边 她一时还清楚的时候 她一定要儿女 一定要儿女亲自陪她 我们两个陪着她 她没有看到另外一个 另外儿子 她很想念那个儿子 她很疼那个儿子 她就会一直叫那个儿子的名字 她很疼女儿 就一直叫女儿的名字 我们家的 我婆婆还能走的时候 她就是拿着拐杖 我就手掺着她 我们就带她坐进车 去国父经营馆 就让她走一走 然后我包包里 我就背一个大包包 里面呢 就背一件衣服啦 背一件裤子啦 怕她尿失 有一时候老人家来不及 虽然尿尿来不及尿 来不及走到那个厕所 带着 然后带着水壶 带着水果 带着饼干 这样子带她出去走 走一走 到了中午回来 回来用餐吃饱饭 她就可以休息 她一直累了 她就可以休息 嗯 所以后来 参到后来 我这只手 这只手 变成五十间 多粘年 我只好一直去做福建 一直去做福建 每个礼拜都换不同的地点 让她有新鲜感 每个礼拜都出去 对 礼拜六 礼拜六 我先去带她 她这个公园 礼拜六下午 以前还没有周期嘛 我先去带她来 这个公园 礼拜天就带她出去 坐进车出去 因为我们没车啊 嗯 那反正这个 翻身很重要 一定要给她翻身 每隔一个小时 最好两个小时啊 原则上是两个小时 但是呢 我们后来发觉 说两个小时不够 一个小时就最好 我们能做到 白天就尽量一个小时 帮她翻一次身 然后你要帮她拍一拍 揉一揉 捏一捏 手呢 帮她动一动 脚呢 帮她动一动 嗯 一个钟头就弄一次 嗯 那还要吃饭 还要喝水 用鼻尾管 用鼻尾管 啊喝水的话 我们水果就是两吨之间 打果汁 或者蔓越莓汁 或者打果汁 蔓越莓汁我们有时就买现成的 啊我们也曾经 我就 就刚刚好我朋友 我同事知道的时候 我婆婆这种情况嘛 就买了一大包那个蔓越莓给我 我就打成就是原汁 然后呢再稀释 加点蜂蜜 两顿饭之间是喂水果 那你们一天吃几顿饭啊 四顿 四顿饭 四顿饭 嗯 可是四顿因为中间还加水果啊 那就七顿哦 啊那水的话就不一定了哦 水的话呢晚上我们也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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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她水用那个吸管 那个吸管 用吸管怎样 吸管这样子 你你这样子推啊 推进去啊 推到水里面吗 推到水里面 它会吞咽吗 会你看它就它你看它有没有吞你叫它说吞下去它不会讲而已但是它会吞你看它吞下去的这个就有个动作嘛 吞下去再喂第二口 嗯 我们是这样子照顾的所以照顾的很好 那个吞咽很危险呢 所以你的量你要控制所以为什么要用推的你量要控制 用什么推啊我没有懂 有啊那个校房就有卖一种那个喂喂水的 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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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呃 它有大管子吗 大管子是喂食物的吗 对对对 它还没有用鼻胃管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打成泥状把各种的菜啊肉啊鱼啊打成泥状 好就就就就就也是用那个喂啊 可是到后来它不能吞了以后就用鼻胃管可是水呢你小口小口喂它还是可以吞 你就跟它讲说哦现在要喂你喝水了好你要喝就喝水啊然后就你就给它推一点点进去 你们是用推进去的不是用条根的 不是不是不是用推的推一点进去然后你看它你跟他讲吞下去你看它有没有吞它会讲它会拼嘛吞下去了再喂第二口 你一次你要量量控制啊你用汤匙味不好味啦 我们是去那个医院做吞咽治疗吞咽治疗吞咽治疗它是用汤匙 小汤匙没有呢很小的汤匙 我在医院中小医院它是用它是用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吸管 真的就是一种是食物的这么大嘛水的就比较小嘛 水的就比较小啊你就用那个推啊 那个水你必须要让它润喉啊一天要喂上几次啊晚上也喂啊 晚上起来帮它翻身盘好呢就顺便喂水 那你白天帮它翻身盘好也可以顺便喂水 那你都喂多少细细 那水的时候 因为那个管子我也忘记那个管子多少细细 差不多这么大的 像带30cc啊 差不多吧 30cc要喂进去要很久 那就不要喂到30cc嘛 你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我们给它喝是喝那个饮料 不是喝那个食物我自己亲自做 我自己亲自做的我不买那种 那不买那种 你不买那个配方乳 哦不不不不 我就是中小医院有给我一张营养 一本那个营养 营养 营养师他开的 比如说什么 高蛋白奶粉25克 高蛋白奶粉25克 全脂奶粉25克 插米粉25克 什么黄豆粉25克 那个什么红萝卜70克 蛋一个 马铃薯70克 橡母粉10克 盐几克 油几克 然后我 我一做就做好几天这样 然后就装成那个 以前那个锡 以前那个维他命 以前那个什么锡有没有 有种什么锡的饮料啊 就是1500 1500克 1600克 那个锡 那个瓶子 我就用那个瓶子装 那我 我通常会做的比较浓一点 自己做的好香哦 连他们那个 那个护理人员 居家护理人员啊 他说 他说 你这个做的好香 自己做的好香哦 哪里买的 稀稀的都是水 里面可能加的都是什么 加的都是那个什么 搞不好一颗综合维他命 磨碎 然后呢 就里面含有什么 多少多少多少营养 我都用现成 那个肉呢 肉不要麻烦 肉是 你要买那个小理机 然后要把磨剥掉 然后要打成 搅碎要搅三遍 然后你要 你其他东西都煮好了以后呢 最后才放肉 那个肉还要加水 去把它打散 这样子你那个肉 就不会有水泻 过滤的时候 就很好过滤 我都自己做 起先是有用买 后来发生用买 一个月要一万块 而且那些东西真的叫我喝 我都不要喝 味道也不好 他自己做的又很浓 又很 又很 营养又很充分 又很香 那很浓你怎么 怎么吃呢 用推的 没有也是 但是原则上就是说 如果太浓 你不容易流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加开水下去 稍微稀释 稍微把它稀释 但是不会像那个买的那个水一样 我们那个就是说 看起来就是还是食物 喂起来是比较慢的 大概要喂半小时 它流的慢 你们是用流下去的是不是 用鼻胃管用流下去 用流的 用流的 你知道吗 我们那家养护所是用压进去的 用压怎么行 用压比较快 那你用让它慢慢流就慢 还要有人在旁边看着 它用压的就一下子 就压进去了 那当然就喂很快 所以我们不愿意把它送去 就是养护所就是这样 它没有办法一个个这样子 帮你喂 没有 我问过了 在医院里面 他们都是用流进去的 那在我们之前也有去别家的养护所 也是用流进去的 只有这家是用压进去的 而且养护所 我告诉你 它也是自己做的食物 它不可能照着营养师的那个配方给你做 那个成本也太贵 它一定是 它一定什么 因为因为这边有一家卖菜的 它也送到这边养护所 我看它送金刚菜什么菜 应该要送什么菜 我刚刚做的 我刚刚做的食物就是 中校医院营养科 营养科 给我那个本子 我就照着那个做 如果我要做三天的 我量就增加 那你做久了以后 你就大概知道 就说我要做三天的 那个瓢子大约是多大瓢 我就不称了 刚开始我会称 做到后来的时候 你就大约可以抓到说 几天的是多少 多多多 大约有多少 那个量大约是多少 但自己做出来的又很有营养 又很香又很好喝 所以我伯伯虽然说 它卧床五六年卧床到后来 就是看起来是很瘦 可是那医生说 它那都是肌肉 不是脂肪 真的 好厉害 所以你们一直都没有请外了 我先生说 你请外了 晚上你是不是在这盯着它 去爬起来帮你翻身 那你要叫它起来翻身的话 那你自己都已经起来叫它了 干脆就自己做 其实你们那时候 不是还在上班吗 怎么处理 我先生是 我先生退休快十年 十年了 所以那时候照顾妈妈的时候 他已经退休了 他是照顾妈妈之后开始 申请退休 不是退休 他也是满六十五岁退休 他退休前三年 我老二照顾 老二因为他是税监处 他先退休 他先退休 他照顾三年 之前是用轮流的 之前又没有用轮流 就是白天请我小姓 小生找我 下班之后我找我这样 可是到后来我自己病倒啊 因为学校又忙 自己家里的事情要做 又要去找我婆婆 一根纳笼三头烧 然后最后是我自己病倒 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提早退休 我服务二十千年就退休 那你现在是回头想 如果让你重新做选择 你会还是这样做吗 还是你会请外劳 或者说其他的方式 不会把 我不会请外劳 那你还是重新选择 你还是选择把自己累倒吗 我跟妳讲 我会把它累倒 是因为之前就是 因为我还在上班 我刚刚跟妳讲说 我四点半下班 我小时也四点半下班 问题我下班不是 一飞就到家 对不对 我常常回来我活就 已经自己一个人了 他也回去了 我小时也回去了 他就是上班八小时制 我们就是责任制 一无耻变成这样子 又出钱又出力 然后呢 你只要有稍微的闪失的话 稍微舒服的话 有一次就是 我真的累得不行了 累到我自己都已经 没办法呼吸了 我还要去上班 结果 那天我就没有去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行了 第二天我上去 我婆婆就说 他去跳楼 他从六楼跳下来 你看我吓不吓死 根本就不敢不去 然后你稍微有一次 稍微有疏忽的话 就会被骂 就会被骂 你被婆婆骂 我婆婆不会骂我 你会被谁骂 就被他們兄弟直接罵 而且會罵很難聽 所以我就是那一次 被罵罵得很難聽以後 我就真的 不知道要怎麼過濾子 你已經盡心盡力 掏心掏肺的這樣子照顧他 你還被罵得很難聽 那時候我想想就說 為什麼做得要死的人要被罵 為什麼都不做的人都不會被罵 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先生也覺得說 我們已經做得要命連假日都沒有 連假日都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也不能休息 我沒有還要被罵得那麼難聽 後來我先生說人有人有 後來就四個兄弟 一個人跟一個地方 那後來是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老二還不錯 他也蠻孝順的 他退休了他就說不然就給他來照顧 那時候我前面也在上班 就給他來照顧三年 他照顧三年 那時候他還沒有躺在床上 還沒 那時候還可以活動 還可以活動 沒有你還是要幫他脫褲子幫他洗澡什麼的啊 那我小叔也幫他洗澡啊 那我們家是我先生沒有跟他洗過都是我洗 那我小叔那邊是因為我小叔比較小熟啊 那我小叔親自幫他洗 幫我脫洗 那後來我小叔自己也生病住人 照顧他的人都照顧他生病住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親人說 我們老了 我們照顧 我們也是老人了 我們照顧不動 沒有如果有請個外勞是會好一點 最起碼可以幫忙做家事 可以幫忙做什麼 不用凡事輕易輕微啦 那我們沒有請 我們是沒有請 因為我們覺得 覺得像我婆婆這種情況說 你也不能出去啊 你出去的話 外勞沒給你 沒給你凡事你也不知道啊 除非你是裝個露營的 對不對 所以就乾脆親自做 而且我先生他們本來就很孝順 我先生本來就很孝順 從小就很孝順 兄弟多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反正有人做就好 不做的人就覺得 反正有人做就好 都會這樣 像我婆婆到後來的時候 廢機水 我們也不知道他廢機水 直接到他一直 好像有東西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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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他晚上我們就沒辦法睡覺啊 只要聽到他咯咯咯咯咯咯咯 就要爬起來 那後來我就問問那個 中小醫院的居家護理師啊 後來我們就買了一個抽痰機 就 幾個 每隔幾個小時就幫他抽痰 每隔幾個小時就幫他抽痰 晚上也起來幫他抽到 可是這抽到後來 為什麼覺得抽不完 我就說 我沒想辦法送到醫院去 我小時候也通通反對啊 為什麼反對送到醫院 因為送到醫院去 白天我先生會去照顧 晚上必須要他們來輪啊 我先生不可能 日夜都不睡覺啊 那他們就覺得說 我婆婆這麼忙啊 那可以請那個請人啊 那後來這樣三個禮拜 我覺得不行 就要把我婆婆送去醫院不可 後來就是 你不同命也沒辦法 我就跟我宣洋 就把他送到醫院 他送到醫院就在急診室 後來真的是正年費急診 難怪我說 為什麼抽痰抽不完 怎麼抽完一下子 又咯嚕咯嚕很多痰 後來就 有啦 後來轉到普通病房以後 我先生就說請看護 請看護 結果在唐琴的五天半吧 我婆婆就往身邊 哦 因為他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說 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說 一方面他真的也老了啦 我覺得我十五歲嘛 二方面 他的潛意識也認為說 婚禮都不要逃 所以你們都沒去啊 那五天你們都沒去啊 有啊 每天都有去看啊 但是我們就沒有在旁邊 我們就是去看一看 那時候會去看一看 我跟我先生就說 那五六年 不是 那個 我先生照顧我婆婆那幾年 我先生連回娘家都沒回娘家 連過年都我自己一個人回娘家 也沒去玩 哪裡都不能去啊 那那時候剛好有花婆嘛 花婆我就跟我先生說 趁現在我們有花婆 我們就去花婆走一走 去看一看 那我婆婆如果可以出院了 我們又哪裡都不能去了 所以 所以那 結果最後一天就是 我們去花婆那邊 我們每天就是氣沒幾個小時啊 好啊 我現在四點都回來 她去醫院我就回家 她說 欸 媽媽好像不行了 她就問我說要送回來 還是要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還是送回來 她不是已經在醫院了嗎 什麼叫送醫院 醫生說不行了 醫生說不行不是 醫生 醫生說不行了 醫生說不行了 她往生了 嗯 她只住五天的普通病房而已 醫生說 就在宣布說不行了 叫我們準備後事啊 嗯 那我現在就打電話回來給我啊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她送到醫院就晚上 就偷偷偷弄一弄 就七點多了嘛 就趕快幫她洗澡更衣啊 擦澡更衣啊 什麼什麼的 弄一弄弄弄 所以那時候已經從普通病房回家了 她轉普通病房 我們就請看護五天嘛 對 然後就回家了 醫生就說不行了 快往生了 嗯 可是那時候人是在醫院 人在醫院 OK 可是我想想我婆婆年紀這麼大 又是已經七八點了 你要請人家住院 要在醫院住院也不方便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師姐 師姐就來幫忙我 把客廳的沙發那些搬一搬 然後我們兩個人一級 有兩個人搬沙發都搬不動 我的沙發本來就很重 後來還好那個 我們會長他是男的嘛 他也趕快過來 就幫忙我們搬 等我們一搬好 我婆婆就回到家 我還是讓他回來 那人家說老人家老的 他還是會喜歡回到家 就把他接回家 您家是電梯的 有電梯的 就把他帶回來 然後師姐他們也就 那七點多就開始 師姐就開始通知他們 我們泰北道場是有註念團 但是因為太晚了 而且那次剛好高雄有學路訪問 師父當家的不在 所以就後來就 平常你跟人家結婚禮物的一員 所以就大概來了二十幾個時間 我過五回來以後 就開始註念 就註念兩個小時 然後師父給他開始半個小時 到十點半 我還是把他接回來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覺得說 師父說會覺得說 他把他接回來好累哦 真的好累哦 那壓力很大 可是不接回來又覺得說 把我朋友丟在那個冷冰冰的 那個中小營的地下室 已經心不忍 二方面去住院的人可能也少 大部分人來家裡覺得很溫暖 那天真的覺得好溫馨哦 就感覺那天晚上這樣子 就感覺很溫馨很好啦 如果在醫院的話 你就會覺得冷冰冰的啦 所以是在家裡往生的 嗯 兩個半鐘頭以後往生的 沒有 他回來那個管制槍拔掉 之後就往生啊 所以回來的時候才拿掉的 嗯 因為醫生說快不行了 我們就開始準備啊 嗯 嗯 所以如果不拿掉的話 還是會活著的 沒有 因為他的那個血液已經 已經降到很低了 不行了 嗯 嗯 因為中小營大我們家很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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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要注意這個肺積水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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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為什麼會肺積水 你後來有沒有事後有沒有想過 嗯 醫生說他心肺衰竭啊 九十五歲那麼老的人 嗯 所以就會 肺積水 嗯 然後我 我記得 不知道誰打電話給我 就講這個肺積水的問題 問我 怎麼樣 我想不起來是誰 嗯 就是前幾天 我朋友應該是心肺衰竭啊 心肺衰竭以後才肺積水 可能是心肺積水 但是心肺衰竭 他會 他會肺積水 可能也是心肺衰竭啊 你說已經三個禮拜 你才送去嘛 對不對 嗯 因為我之前要送 我小朋友 我小叔 他們都 都說 哎呦 這麼老的 不用啦 就讓他自然的 問題是 我們不能先看到 他這樣咕嚕咕嚕咕嚕 呼吸困難啊 我們不能先啊 我小時候他們是認為說 反正已經九十幾歲了啊 又已經窩床五六年了啊 就讓他自然的這樣走 是我們不能先看他這麼痛苦啊 最起碼他把那肺 肺積水抽掉了以後 舒服一點 舒服啊 要往生也要舒舒服的往生啊 對 而不是痛苦到往生啊 對 總要幫他先解決 眼前的痛苦嗎 嗯 我這杯食到那裡 我一直在吃 嗯 好 OK 好 那不好意思 謝謝你 因為我 我一直覺得這種 這種事情 大家都會碰到 可是 到底 到時候我們該怎麼樣面對 實在是 可是 對 對 就 對 好 好 谢谢大家